凯利欧文直播称自己获得了疫苗后面权 在近日凯利欧文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进行了直播 并对自己不接种疫苗一事做了辩解 在直播中欧文晒述了自己的笔记 上面写着自己获得了疫苗后面权 欧文表示虽然无法出场比赛 但是他会为了支持自己的人继续坚持现在的立场 想法和态度 不会向防疫政策序服 并再次强调 做出不接种疫苗不出场的决定 和球队无关 和NBA联盟也无关 我会一直与那些未接种疫苗而失去工作的人站在一起 为了继续在球队打球 我可能需要接种疫苗 但是拒绝接种就是我的选择 欧文的态度清晰明了 就是准备一纲到底 不过他在直播中提到了疫苗后面权 蓝网媒体对此做出了评价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欧文申请过疫苗后面权 其实目前NBA尚未宣布对欧文有疫苗后面的承诺 但也为官宣拒绝欧文获得疫苗宗教后面承诺的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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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